台风轻轻吹到你不准了我的心 在一时间改变我一时 山外青山楼外楼 迟年硕鼠 喜盈金油 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最后一天 在这里小胖祝大家新年快乐 现在是下午的四点钟 我们的摊子已经出好 坐等顾客来上门 现在是下午的四点十分 来了位大姐 过来买菜 挑来挑去 还是挑猪头肉吧 他说要瘦一点的 这时候我顺势给他整起一块 然后我就比划一下 这样给他切 他说还可以 就是底下还有点肥 我说没关系 到时候把肥的给切掉 这时候下刀有点吃力 我就知道里面有块骨头 顺势把骨头给拿掉 然后把肥的给切掉 这时候又来位大哥 要买鸭肠 这时候老板娘不在 我只能过去帮下忙 帮他忙之后 回来接着切猪头肉 因为天气有点冷 今天零下十度 手上切菜的速度 都有点慢了 猪头肉 19块8 19块钱 好 这时候这位大哥 捡的鸭肠 也拿过来了 不能老是让别人 一直在手里面端着 因为这个天气太冷了 谁都不想出手 先把鸭肠放在这上面 我先把猪头肉给切好 好 由于老板娘临时有事没有在这里 刚才这位大姐想买点小菜 只能自己过去自己动手了 这时候猪头肉已经切好 准备开始下锅热 把猪头肉放到锅里面之后 顺势过来 开始撑鸭肠 撑完之后再接着切 这个是吧 因为这个鸭肠比较长 洗的时候没有把它切好 现在还得要重新切一下 在切鸭肠的过程中 问大哥需不需要加一些调料 大哥说不用了 因为这个拿回家要炒一下 其实卤菜摊上面的所有菜 都是可以直接入口的 由于天气比较冷 可能他吃饭的时间也比较晚一点 所以说回家要炒一下 太冷了 原来这位大哥是过来接 孩子放学的 找完零天顺势拿两块鸭肝 送给小孩吃 已经过去一分多钟了 这时候猪头肉已经热好 我准备开始把猪头肉给捞起来 这时候我问大姐猪头肉调料 要不我给你干包一个好不好 大姐说完全可以 这时候可以看出来 我寄出来的手 现在都已经有点僵硬了 太冷了今天零下湿度 这时候顺势把猪头肉的调料包给调一下 洗完了香菜都已经被冻上了 所以说今天就没有拿过来 我在这边打料包 大姐一个人在那边自己在盛小菜 她问我花生米可不可以放在一起 我说可以 这时候大姐买的猪费跟花生米已经好了 我说里面已经不用加辣椒了 本身就有点麻辣味 这时候我又顺势拿起了几块压干发里面 因为这个大姐现在是回娘家看她父母的 总共是二十七元 我只收到二十五 也不知道老板娘回来会不会怪我 如果她在的话也会支持我这种做法 不知不觉间已经到了晚上的七点钟 我们现在准备收摊 老板娘说我今天做的很对 值得表扬 咕噜白我都要回家数钱了 咕噜白我都要回家了